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七到第十节 第七节这里说到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谨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缘,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在这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一些指示 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服侍 为什么要互相款待,不发怨缘 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要谨慎自首,谨行祷告 我们可以给出很多的原因,很多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就足够有余了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 是的,万物的结局尽了 我们的现今的世界,并不是要持续到永远 圣经预言,我们的世界将要有一个结局 将要有一个结束 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到这世界的末日 万物的结局 这万物的结局尽了 有多靠近呢? 非常非常的靠近 实际上,一切的迹象都指向我们这一个世代 也就是说,极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我们就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就要看到这世界的末了 那让我再一次的来强调 对于属世的人,对于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 这是万物的结局,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对每个信主的人来说 这是我们迎接主耶稣基督 这是我们看见罪恶,苦难,疾病,死亡,一切都被消除 迎接新天新地的时候 乃是全新的开示 乃是好的无比,美的无比 是的 或许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的害怕 还是有一些的犹豫 但是今天,紧紧的来抓住耶稣吧 来认识祂,来信靠祂 那结局,那世界的末了 就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而是一件我们可以得着安慰 可以蒙福的事情 感谢主 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世界末热的迹象吧 在上个星期里头 我们谈到了有三个迹象 那今天呢 我们会继续的看另外四个迹象 还记得 上个星期我们所谈到的那三个迹象 第一,以色列复国 第二,欧盟的诞生 第三,迭增的灾害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 第四个迹象是什么吧 第四个迹象 世界全球化 怎么说呢 就是在现代通讯和交通的科技的发展 例如手机 互联网 飞机 高速铁路等等 这些科技的发展 使到全世界变成了 似乎是一个地球村一般 也就是说 距离不再是变得那么的遥远了 而因着这科技的发展 这全世界全球化了 而你晓得吗 实际上在2500年前 上帝就已经透过他的先知 来预言这一切的成就 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 《但以理亚》你要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 直到末时 直到什么时候 就是末时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现今所处的世代 世界末了就要临到的时刻 而在这时刻 将会有怎样的迹象呢 这里说到 必有多人往来奔跑 知识就必增长 看见没有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知识就必增长 我们就来看看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 如何的印证了成就了这个预言 首先就是环球的旅游往来 环球的旅游往来 我们众所周知的 就是现代交通科技的发达 使到我们要从地球的某一个角落 去到另外一个角落 虽时只是几个小时 在至多在一天之内 我们就已经可以抵达 几乎可以说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而且不要忘记的就是 在一百多年前 人们仍旧还在依赖着 锋利人力来飘洋过海 所需花费的时间是多长呢? 几年几个月 很遥远的距离很闷长的一个旅程 可是今天我们在爆炸上看到一些超级富豪 可以早上从巴默坐飞机到莫斯科去剪个头发 然后呢 还赶得及回家呢 预备参加一个晚宴一个派对 真实的事情 那这里强调的不是金钱的那个魔力跟作用 这里我们要看见的就是 现在 现在 科技的发达 真的就是在我们这一个时代里面 成就了圣经的这个预言 就是在末时的时候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知识也就必增长 那我们就来看这第二个方面 知识的惊人增长 我记得当我还在中学的时期 那时老师告诉我们 跟我们描述这知识爆炸性的增长 而那个时候乃是在互联网之前 那今天谁做互联网的普及 实实在在的 这知识的增长不只是爆炸性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已经是几何数倍的这样子的 来增长做 现今的世代 全球有20亿人使用互联网 50亿人使用手机 多么的方便就可以得着知识 真的我们可以说知识 的确就在我们的手掌 我们的指头之间 而科学研究人员告诉我们 人类的知识乃是不断的在增加做 可是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 看见人类知识的加倍的快速的增长 在1900年之前 人类知识要每100年才翻一倍 也就是人类在探索 在求知的过程当中 经过了100年之后 人类所拥有的知识才翻多一倍 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 就是大概在1950年代的时候 人类的知识进展到每25年就能够翻一倍了 到了1980年代 人类的知识每13个月就要翻一倍 而科学家预测很快的 就是每12个小时就能够翻一倍的知识 多么令人刺惊的一个增长率 所以真正的印证了大战所预言的知识 必定要增长 在这个图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 在刚才我所提到的从1900年到现在 人类知识翻倍的速度乃是突破性的 在翻倍、在增长 那这一切说明什么? 说明的就是主来的日子真的已经尽了 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 全球通讯的发达 在启示录记载一个事件 在11章第9到第10节 经文这里说到 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这里说的就是圣经预言 在七年大灾难 什么是七年大灾难?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七年 将是地上七年可怕的大灾难 那是敌基督在地上设立 这全球性的一个政权 并且要在地上来逼迫 神的百姓的时候 可是就算是在这样的时刻里面 上帝仍旧有祂的子民 圣经预言 上帝将差遣两位中心的先知 在这七年大灾难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前三年半的时候 这两位先知 竟然在地上传讲上帝的话语 而在这三年半的时候 上帝要保守这两位先知 不管敌基督 不管这地上的人们多么痛恨 这两位先知 因为他们犯罪抵挡上帝 不肯忏悔 所以听见这扎寻的话语 听见这福音的传讲 他们不但不听 不但不忏悔 反而要来痛恨 反而要来抵挡 反而要来攻击这两位先知 但是头三年半 他们的任务 他们的使命还未完成之前 上帝保守着他们 不管是敌基督 还是任何的人 都无法来伤害他们分毫 但是当他们使命完成之后 上帝允许 允许敌基督能够胜过 这两位先知 并且把他们给杀害了 而这里经文描述的就是 他们被杀害之后 地上的这些罪人 他们要欢喜快乐 并且不把这两位先知的厮守 给埋葬 反而是公开的来展示 展示给谁看呢 这里提到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 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 都要一起的来观看这两位先知的厮守 第十节提到说 住在地上的人 甚至还要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赠礼物 因为这两位先知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那刚刚我已经解释了 这里呢 他们之所以带来痛苦 乃是因为人们犯罪 抵挡上帝 不肯听福音的话语 当神的百姓传讲的时候 他们觉得扎心 觉得内心 有愧疚心 内心有痛苦 但是他们不肯听 不肯悔改 反而这样子的 要来庆祝这两位先知的死亡 我们看见 在末世的时候 人心要败坏到怎样的一个程度 因此圣经一再地警惕我们 现在就是救恩的时候 现在撑着你的心 还有良知的时候 现在撑着你的心 还有一点的柔软的时候 赶紧地来忏悔 赶紧地来认罪 赶紧地来信靠 跟随耶稣基督 那这里呢 我们谈的就是末世的迹象 我们谈到全球通讯的发达 的确 这两千多年来 人们不明白 怎么有可能 能够全世界的人 同时一起的来观看 这两位先知的死守 怎么一起的来观看呢 那今天 我们已经明白 很简单 在现今的时代 透过这卫星的转播 透过互联网的这些直播 随时随地 真的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 都同时 即时地 可以看见任何的一件事情 甚至就算是一个小孩子 现代的小孩子 好聪明 好厉害 小孩子都懂得怎么来使用 比如说 Facebook Live YouTube Live 这样子的直播呢 他们能够把他们的 所要呈现的 这些景象书呢 可以直播出去 让全世界 只要肯看的 都能够同步的来观看 也就是说 启示录2000年前的预言 今天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 有这样的科技存在 已经实现了 也就是说 我们真的就是处在 这末世中的末世 主来的日子 世界的末世 真的就是如此的临近 那我们继续谈下去之前 还是得告诉弟兄姊妹们 不要因为这预言中 两位先知的死亡而悲伤 因为接下去发生什么呢 我们看第十一十二节 十一节提到 过了这三天半 就是他们把他们泡尸 公开示众三天半的时间 可是过了三天半之后 有生气 这里不要误会 这里讲的是生命的气息 不是发脾气的生气 而是有生命的气息 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 这两位先知就站起来 也就是说他们复活过来 而看见他们的人 甚是害怕 也就是说 当全世界在观看这直播的时候 看见这两位先知的尸体 在那边的时候 忽然之间上帝叫他们 活了过来 而全世界 他们也要同时看见这一幕 而当他们看见的时候 他们就要害怕 第十二节提到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看见没有 是的 就算是在末世里面 就算是在七年大灾难里面 要记住 掌权的乃是我们的上帝 在地上 敌基督不管怎样 指的作恶多端 不要忘记 他的时间真的是有限 上帝仍旧掌权作王 因此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上帝 让我们来信靠他 让我们的心不要被这末世的情景 所搅乱而惧怕 让我们是平安稳妥的 因为这一切上帝已经预先都告诉了我们 而且上帝也让我们明白 他仍旧坐在宝座上 让我们来信靠他吧 感谢主 在第四个方面 我们看见现代科技微晶片植入人体 也是在在的 让我们看见这末世预言的成就 就在我们这一个世代 就在我们的眼前 启示录再一次有一个预言 在第十三章十六十七节提到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谁 在地上的人 在那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都要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寿的名字 或者是有寿名树木的 都不得做买卖 这就是很著名的 关于这寿的印记 也就是敌基督的印记的预言 那这寿的印记是什么呢 它如何的操作 怎样的用来做买卖呢 我们不晓得 预言只是提到说 大树地上的人 若是欺负于这敌基督的话 就要在额头上 在手上的接受一个印记 没有印记的话 不能够做买卖 怎么办呢 有的人就慌张 有的人就害怕 但是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们 不是慌张害怕的时候 而是信靠上帝的时候 当这一切预言的成就的时候 乃是提醒我们上帝多么的真实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掌权做王呢 感谢主 而这里谈到这寿的印记 我说我们不知道 它将会是什么 只有等到它成就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 哦 原来如此 但是在现代科技上 你看见 有一个科技呢 已经完全的预备好 随时可以被使用做 这一个寿的印记的目的 也就是说 能够植入在额头上 或是在手掌上呢 作为这个 用来可以做买卖的这个目的 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微晶片植入人体的这个科技 这个科技呢 就是在我们这过去 大概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头呢 开始研发出来 而目前呢 已经广泛的使用在宠物的身上 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你家里面 有养狗 养猫等等 若是在他们的背上 植入这样的一个晶片的话 那如果宠物走失了 被别人发现了 很容易的 一扫描就能够知道 他的主人是谁 就能够让他跟他的主人呢 就能够重新的团聚了 所以在宠物身上已经是大量的使用 但是在世界各地呢 也有一些人竟然也把这样的晶片植入了他们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方便 因为他们说这样子的话 取代了信用卡 取代了现金 取代了锁石 取代了身份证 很方便 不怕人家把那给偷走 然后觉得很潮流 觉得很现代 真的在这样子的发生着 我们来看一个两分钟的短片 你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Employees at One Wisconsin Tech Company Three Square Market willingly making that fantasy a reality implanting their own bodies with microchips What did the employees say when you brought this idea to them? Half of them actually within five seconds says yes CEO Todd Westby along with 50 of his 80 colleagues even his wife and kids preparing to implant these chips the size of a grain of rice between their forefingers and thumbs so they can do everything from buy snacks in the break room to log in in the morning to unlocking doors with just the swipe of a hand What did it take to persuade the holdouts? Basically we had to explain to them there's no tracking of the information it's not GPS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e radio frequency technology in the devices approved by the FDA will be inserted with a small needle Many are excited to give the new technology a try I think it's kind of cool just pop it up there and it'll work In Sweden the microchips are already here The microchip implants use the same technology that's in contactless credit cards which have made cash pretty much obsolete in Sweden No cash at this tech fair a chipping event for those on the cutting edge merging their hands with this new technology I thought it would be fun, right? The process is simple and swift a pinch of the skin an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the chip is inserted the transformation is complete as for the pain I barely felt it when Elias Brodberger goes to work he doesn't need ID and he doesn't need money in fact much of what he needs to get through the day is hidden right there just below the surface in his hand you like to touch it? yeah yeah oh weird yeah it's like a grain of rice yeah a grain of rice embedded in his hand is a microchip that serves as his keys, his ID, and his wallet 当你看了这样的一个短片之后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的一个感觉是怎样子呢 我想我们真的心里面有一个感触就是 的确圣经的预言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的眼前 万物的结局尽了 多尽呢就是现在 问题是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来面对这世界的末了 耶稣基督的再来吗 所以我们刚刚看见第四个迹象 世界全球化 让我们来看第五个迹象 国际性征战 国际性征战 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6第7节 耶稣基督预言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这里耶稣告诉我们 在末期的时候 末期临到的时候 就会有这国际性的征战 要有打仗还有打仗的风声 那我们当然知道 在人类历史上 一直以来都有打仗的事情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里面 这打仗的范围 以及它的严重的程度 乃是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可怕的 就在这过去100年的时间里面 就发生了两次世界的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发生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 离经大概100年左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发生在1939年到1945年 而在这两次的世界大战里头 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亡的人数大概是有1700万左右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死亡的人数就翻了接近四倍 大概有6000万的死亡人数 那想一想 一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死亡人数将会激增到多少倍呢 现今有着核子武器 现今有着许许多多的大杀 商力的这些现代的武器 一旦发生全世界性的战争 这死亡人数真是无法想象的 而还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911事件之后 全球都面对着恐怖主义的威胁和攻击 到处真的都是打战和打仗的丰盛 而且是无恐不入的 随时随地 你防不胜防啊 就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国来说 弟兄姊妹们应该还记得吧 就在这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 就发生了几次的事件 一次有恐怖分子 就预备显恶攻击 这义顺地铁站那边 因为据说那边有很多美国人出路 然后还好呢 被当局呢 发现把他们给抓住了 然后最近又有一次 就是有一些外劳客工呢 他们有一些恐怖袭击的计划 虽然是针对他们自己原本的国家 可是他们是在本地呢 来策划来预备 也还好被当局呢 提前发现 也把他们给抓住了 那我要说的就是 到处 我们真的是到处都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丰盛 这就是末世的第五个迹象 我们再来看第六个迹象 道德上败坏 道德上败坏 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2节 耶稣说只因不法的事争夺 什么叫不法的事呢 就是无法无天 就是人们不尊重法律 不只是不尊重 甚至是挑战法律 是明知故犯的 无法无天的 这些不法的事争夺 那这里指的也不仅仅是 这社会上的法律 也包括了针对上帝的法律呢 人们抵挡上帝 犯罪 明知故犯 得罪上帝 这里提到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无可否认的 在这过去大概50年的时间里面 全球各地的这犯罪律 真的就是直线的上升了 到处都有不法的事情 不法的人物 不法的时代 不法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现今的时代 现今的世界 我们再看一看圣经里面 另一处的描述 在提摩带后书第三章 第一到第五节 保罗也预言 你该知道末世 什么时候 现在 我们的时代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 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绑赌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胜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残缘 不能直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 卖友 任意妄为 至高至大 爱宴乐 不爱神 有敬钱的外貌 且备了敬钱的实义 这等人 你要躲开 那这样的描述 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 可是就是在我们的时代 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几乎可以说 每一天在报章杂志上 在新闻播报上的这些头条新闻里头 看的就是这样的描述 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几乎就好像是在看今天现代的报纸的新闻一样 而且更可怕的就是 只因不法的事争夺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而这里还包括了信主的人 弟兄姊妹 你的爱心是否冷淡了呢 因为当人看见 视周围这一切不法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人心觉得灰心嘴上 可能人心觉得幻想破灭 可能人心被吸引被分心了 以至于对主的爱就渐渐的冷淡了 那今天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当我们看见这一切末世的预言 一件一件的成就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让我们赶紧的回到起初爱主的心吧 是的 现在就是回到主身边的时候 现在就是爱主爱人成就使命的时候 感谢主 那我们看了 这前面的六个迹象 现在我们要来到最后第七个迹象 那感谢主的就是 虽然之前的六个迹象听起来 好像有很多的可怕的情景 可怕的描述 但是呢 感谢主 在末世并不是一切都是那么的灰暗 因为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还看见一个重大的迹象 就是普世信宣教 哈利路亚 是的 主的福音要传避普天下 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 这里 耶税说 那这里我们要仔细地来看这一节经文 这里并不是说全世界的人得救了末期才来到 不是 全世界不会全部的人都得救 因为还是有抵挡神的 还是有不信主的人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这福音要传遍天下 然后末期才来到 因着现代科技的帮助 我们看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很轻易的 能够更加快速的 给更广泛的 把福音传达到 这世界上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感谢神 看见那些大型的布道会 可以透过转播 可以透过直播 能够让上百万 成千上万的人 真的同时 也可以来观看 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而且感谢神 教会整体而言 还是认真的来对待主的大使命 是的 这些年里头 神的教会 不断的传扬福音 而好消息就是 上帝的教会 比你想象中还要大呢 虽然你看看周围 你可能觉得 信主的好像是少数 但实际上 在全世界各地 神的福音 不断的被传扬开来 如今全世界 大概有24亿的基督徒 占全球总人口的 三分之一感谢神 而且这个百分比 在这过去几十年来 都很稳定 就是在稳定的 不断的在增长做 在进行做感谢主 我们来看几个图表 这个图表显示的就是 基督徒在全世界 总人口的百分比 这里占了多少呢 百分之三十亿点二 而第二大的宗教 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一 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 当然我们还是要把福音 带到他们当中 去拯救他们 但是重点就是 感谢主啊 基督徒不断的传福音 让我们看见 全世界各地 信主的人 不断的在增加着 第二个图表 这里说的就是 在以人数上来说 这里呈现的就是 以人数上来说 这里呢 基督徒呢 占了全球人数上的 这个二十三 二十四亿左右 感谢神 乃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 我们再看多一个图表 这图表显示的就是 全球十个 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 而在这里呢 我们看见美国高居榜首 因为在美国呢 信主的人 大概呢 有两千四百多万的基督徒 可是你看看 其余的国家 有巴西 有墨西哥 有俄罗斯 有菲律宾 有尼日利亚 还有中国 感谢主 还有刚果 德国 伊索比亚 你看见什么呢 这里 告诉我们就是 全球十个 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 并不是 这西方的世界 实际上 如今 增长最快速的 就是 信主人数 不断在增长 做的乃是在 非西方国家里头 感谢神 所以千万不要说 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 不是的 从一开始 耶稣基督诞生在中东 而今天的教会增长 大多都是在 非西方国家里头 我们举个例子 在1900年的时候 非洲大约有 一千万的基督徒 可是到了 两千年 这非洲的信主人数 已经增长到多少呢 三亿六千万 也就是说 这是三十六倍的突破 感谢神 普世信宣教 而且圣经也翻译成 多种的语言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全球语言这么的多 每多翻译成一种语言 就让那一个语言的人口 能够看得懂圣经 能够聆听上帝的话语 而且呢 有一个福音影片 叫做耶稣传 全球有超过二十亿人观看过 当中有一亿人 因此信主得救 还有就是 宣教福音的宣教组织 也不断在增加 从1900年的 六百多个的宣教组织 一直增长到现今 估计到了2025年的时候 将会有大概 八千五百多个的宣教组织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表明的就是 全世界 福音不断的被传扬 这乃是末世的迹象 感谢主 而且 今天大部分的宣教士 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感谢主 不是只有那些有钱的国家 或者是教会 才能够参与宣教 宣教的确是 每个信徒的呼召 因为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普天下 向世人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今天这福音 真的已经传遍普天下 是的 还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去拯救 可是重点就是 我们真的要有个紧迫性 要快马加鞭 因为主来的日子 真的如此的靠近 我们多一个耽搁 我们多一个词言 就是多一个灵魂 沉沦灭亡 因此耶稣吩咐我们 要到普天下去 去传扬福音 拯救灵魂 建立教会 感谢主 所以我们谈了末世的迹象 有七个 上一周我们谈到前面这三个 以色列复国 欧盟的当生 叠阵的灾害 今天我们谈了另外四个 世界全球化 国际性征战 道德上败坏 普世性宣教 我们呈现了这些实实在在的 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 如果说这是压倒性的证据 你同意吗 我想不由得我们不同意 真的 这一切的迹象 这一切的证据 都是指向一个事实 随时随地 主耶稣都有可能 要回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该当如何行呢 在三个星期 在信息结束之前 我挑战弟兄姊妹们 做三件事情 第一 矫正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第二 矫正你和别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 矫正你生命的先后轻重秩序 今天 我要以三个问题 来 邀请弟兄姊妹们一起的 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 第一 我们该当成为怎样的人 第二 我们该当为了什么而活 第三 我们该当追求什么目标 万物的结局尽了 我们该当成为怎样的人呢 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 敬钱的人吧 让我们做一个正直 真诚的基督徒吧 我们该当为了什么而活呢 我们是否还在为了享受 为了名利 金钱地位而活吗 还是我们懵懵懂懂的 只是一天过一天的过日子呢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有个追求 有个明白 知道我们的人生 有目标 有使命 有一个专注 一切为了上帝 为了神国 为了耶稣的教会 为了耶稣的大使命 我们该当追求什么目标呢 如果这第一跟第二个的问题 你晓得怎么回答的话 那这第三个问题 我相信你也知道 该如何回答了 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 你该追求什么目标的话 那你的人生 真的就是要在迷茫中 在混乱当中 就这样子的浪费 就这样的沉沦 失丧了 到底你的生命 最终是要与基督在天堂享受永生 还是与魔鬼在地狱 遭受永行呢 我想这选择是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一个世代 搭上了世界末日的最后一班列车 不管你心中觉得这是幸运 还是不幸 事实真的就是如此 我们就在这最后一班列车上面 但是信主的人 感谢主 我们永生的盼望 哈利路亚 我们有耶稣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行 我们还怕什么呢 眼前还有时间和机会 做什么呢 得救也救人 是的 现今就是得救的时候 现今就是拯救人的时候 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救一些人 这是从神而来的挑战 让这成为我们在这末世里头 心中的目标吧 是的 无论如何都要救一些人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是的主耶稣 是的主啊 今天 圣灵 向我们每一个人 来印证 你话语的真实性 你的仆人所不能够表达的 圣灵啊 你亲自的来表达 亲自的来启动 来挑望我们每一个听者的心 在我们心里头 有一个明白 有一个看见 主来的日子到底是有多临近 这万物的结局 到底是有多么的靠近 今天 让我们的心 明白过来 信物过来 也让我们的心要降服 要回应主啊 你的呼召 让我们来校正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也让我们来校正 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让我们 明白生命的轻重 先后的秩序 也更加让我们每一天 都活出一个圣洁 讨生喜悦的生命 也让我们的生活 乃是为了神国而活 乃是先求主的国 和主的义 是的 也让我们生命的目标 我们所追求的 乃是那永恒 那永恒的目标 是的 主啊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一个更新改变的工作 求主裂病我们 饶恕我们 过去我们荒唐 浪费了多少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说 主啊 从今天开始 叫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从今天开始 叫我们的生命 活得真的有意义 活得真的有目标 有使命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叫我们不至于 再继续的来荒废了 我们以下的时光 谢谢主 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时间 也谢谢主 在这末世的时候 叫我们可以兴起 为主来发光 叫我们的生命 能够给别人 带来影响 带来祝福 哈利路亚 谢谢主 因此在这时刻 我们再一次 把自己献上 在主的面前 当作活计 主啊 悦纳 我们的献上 也改变我们 使用我们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上帝祝福你 阿们